什么叫少年感 不是小狼狗 也不是小奶狗 它能让你想起湛蓝的天 植物的味道 和晨曦的光 它会有蓬松柔软的头发 明朗的笑容 清风明月般的温柔 它有少年侠气 一尊柔软心肠 它胸腔有燃烧的血 还有一身坚硬的骨 它若冲我笑起来 一定会心动 恭喜诚意解锁心代言 喝着香甜的牛奶 就像你一样甜甜的 演员的演技 真的属于二创 剧本写得好 固然很重要 但观众到底读不到剧本 能看到的是 演员展现出来的逻辑内容 好的演员 能把剧本里逻辑不通的点 给你演通了 甚至演共情了 莲花楼里 李莲花三番四次避开 推开试图和自己亲近的方多病 诚意 把年长人对于少年人的关照 与将亡人 不想再徒增羁绊惹人 惹以烦忧的心理状态 表现得恰到好处 多一分亲近 李莲花就失去了 独面死亡的孤勇感 李相仪就死了 少一分关怀 李莲花平易见人的柔善就立不住了 不与人言 独面一切的骄傲 是诚意贯穿史中的表演要素 这是属于天之骄子李相仪的根骨 这个东西在李莲花身上打磨后 变成了柔和的冷漠敷衍 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李莲花变了 但从没有人说李莲花不是李相仪了 就是因为根骨里的气质演员拿捏住了 也因为拿捏到位 人物那种从神坛坠落的悲痛 才会犹为射人心魄 他如此悲惨 却又如此坚强 命运用泥石流活买了他 他没有变成祥林嫂 而是默默用泥巴种出了莲花 何等骄傲 何等坚韧 正因为他恰如其分 对于李莲花上述品质的表演 才让《莲花楼》没有变成麦府 狗血 《复仇爽剧》这类石人芽惠的平庸制作 演技真的是影视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创作要素 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样的好演员可以和更专业的团队合作 彼此激发出最优质的创作能力 也希望导演 制作人看得起观众一些 不要把一些粗制滥造的演技 通过镜头强塞给我们 我们真的不是看不出好坏 云云众生只是沉默 但不代表没有思考 感受力 诚意为什么要反复读剧本 绝不是简单在背台词 而是在探索人物的灵魂 和理清各个场景下 这个灵魂应该有怎样恰如其分的表现 所以他的表演是有体系的 是内在逻辑清晰的 因而也是经得起书粉的挑剔的 诚意 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复有心人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愿你以后顺遂无余 皆得所愿 他们看到的只是笑料 果果们看到 却只有心疼 诚意哈基米娜 可是妥妥的优秀演员一枚 要说演技 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那么人品 就是他火爆出圈的神器 咱就是说奇奇的果子们 到底有多少是始于颜值 限于演技 忠于人品的 他那软萌可爱的样子 千和有礼的风度 情绪稳定的气质 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吧 他的人品呢 可是无处不在的 体现在日常的小细节里 机场应援的粉丝 多了 他怕给人添麻烦 就小声 跟工作人员道歉 他会飞跑过去服路牌 帮挤掉鞋子的果果剪鞋 在剧组还帮忙拉架 躺在台阶上和群眼唠嗑 一点架子都没有 和果果更是双向奔赴 每回都是小跑着去见他的果子们 曾经有人说过 如果是去见想见的人 那么我会奔跑着去 想到这里 不禁被他的真诚感动泪流满面 只要听到果果喊他 基本上都有回应 要是不能满足粉丝要求 他还会委屈巴巴的说明原因 打招呼的时候 先摘口罩和墨镜 那教养真是刻在了子骨里 和他合作过的 不管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 几乎都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在那漫长的十年折服期里 他默默坚持 后机勃发 终于一路披荆斩棘 来到了大家面前 在被全网黑的一年多时间里 他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 就靠着一步步优秀的作品证明自己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金字总会发光的 在如今这娱乐圈大染纲里 能始终坚守底线 保持初心的人可不多 尤其像齐齐这种演技 和流量兼备的大明星 他能有现在的人缘和口碑 那可见得他人品杠杠的 诚意最近晒出了自己的面摊照片 网友们纷纷表示 虽然看着有点潦草 但想吃的心 可是一点都不减啊 看来 诚意的面摊生意 真是红火到不行 有网友戏言 这面摊 怕是比诚意的戏还抢劲呢 还有网友调侃 齐齐做的面 吃不吃得到令说 这排队的姿势 我得先摆好 富贵少爷的面摊 香气四溢 说到诚意 那可是娱乐圈的富贵少爷 不过 这位少爷可是接地气得很 不仅晒面摊 还亲自下厨 网友们纷纷表示 等不及要品尝这富贵少爷的手艺了 有人留言 看这面摊 比梨花还香呢 还有人打趣 诚意的面摊 是不是得来点富贵调料才够味 角色与生活的交融 面摊与房车都是戏 诚意从面摊到莲花楼的房车 每一处都充满了角色的痕迹 网友们感叹 这不仅是角色的存在 更是诚意好好生活的证明 不过 也有网友提到 晕晕的面摊被砸了 这可怎么是好 话题一出 评论区立刻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讨论起剧情来 网友搞笑评论 互动不停歇 面对诚意的面摊 网友们可是毫不吝啬自己的幽默细胞 有网友评论 这面摊看着比我家的还乱 但我就是想吃 还有网友表示 诚意的面摊 是不是得提前预约呀 更有网友调侃 吃了诚意的面 是不是就能变成他的粉丝了 诚意的面摊 吃还是不吃 诚意的面摊晒出后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说想吃 有人说看着就香 还有人调侃起富贵少爷的面摊来 不过 这其中也不乏争议之声 有人认为诚意这是在接地气 与粉丝互动 也有人觉得这是在炒作 搏眼球 但不管怎样 诚意的面摊 无疑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乐趣和话题 最后 我想说 吃不吃诚意的面摊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能在这样的互动中感受到 诚意与粉丝之间的亲近和温暖 不管是富贵少爷 还是面摊老板 诚意都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他 所以 不管面摊怎样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期待他的更多精彩表现 从主观角度 我还是想说一下 诚意很帅好吗 这张伟大的脸到底哪里和普占边了 奇奇的言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不是固定的一种模式 而是千变万化的 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人给我这种颜值百变的感觉 帅根本形容不了诚意的颜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每一部戏我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脸 不单单是浮化皂不一样 而是看到的样子不一样 大概这就是剧抛脸 但真的很神奇 从来没有哪个演员能给我这样的感觉 当然 这些主观的判断也离不开他精湛的演技 有了演技的加持 他的颜值才会不拘一格 更加百变 很多路人一开始也觉得 诚意颜值一般 看了他的剧后才被成功圈粉 不单单是因为他长得怎么样 而是从他身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再加上诚意的演技 一旦get到他的颜值 就很难出坑 单从颜值看 琪琪是属于那种第一眼感觉精致 越看越帅得耐看型的 被圈粉后 作为粉丝在看他的戏 会觉得他很美很漂亮 是那种清风济月 枝蓝玉树 温润如玉 超乎性别的漂亮 那些所有形容美好的词汇 恨不得都用在他身上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有误 让人欲罢不能 所以 诚意的颜值 你get到了吗 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琪琪的剧 才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的 反正我是 看他的剧总能 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哭 跟着他笑 跟着他难过和开心 很多人说 这是剧情写得好 但我觉得这和演员的演技 也有很大关系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演技共情吧 诚意的演技 在一众青年演员中 绝对算得上佼佼者 他的表演 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现方式 而是很内敛很细腻 他很注重眼神和微表情的传递 这种含蓄的表演方式 有时候反而是最致命的 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 都会让观众产生共鸣 抛开剧情 也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他曾说过 我不是演艺角色 我就是角色本身 在剧里他好像没有演 也没有记 一切都浑然天成 顺理成章 他用自己的身体 去承载角色的灵魂 暂时变成角色本身 就像在沉香里 炎弹度了八百多年 望穿都没过 应援赶去救他 救那一幕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眼神 那种突然看见心爱的人 变成白发老郁的样子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 他从震惊不敢置信到 不得不接受心疼炎弹的那种心痛 与君歌里 奇艳登基的那一幕 他由开始的微笑毫无攻击性 到眼神灵力霸气外露 仅仅几秒的眼神戏 精确地表达了 他的人物性格特点 当然 他的经典演技名场面 简直太多了 后期再分析吧 随着这几年诚意的爆火 他天天被追着各种黑 但却几乎没人黑他的演技 连黑子都知道 他的演技无可挑剔 相比于他优越的颜值 演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样最新于磨练演技 整天在剧组好好拍戏的好演员 谁能不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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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